哈囉大家好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 水火桐園聖誕節特別版 除了說它會有木盒 這個木盒是 我們打樣用的 所以這個之後不會有數字 這個木盒是我們都是 純手工製作 那它可以直接這樣提起來 送禮只用 兩箱也有 最主要是因為有些朋友在國外 他怕買回去在長途運送 過程當中會容易碰撞 跟這個 不好保存 因此我們就特別 做了這個木盒 讓各位更方便吸在跟保存 那打開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燈泡的主體 那盡量呢不要直接這樣拉 雖然我們做的很牢固 但是因為這都是純手工製作 所以請盡量的小心的 使用它 畢竟比較脆弱一點 好 這是我們的水火通源 它裡面 像這顆它就是用我們的 那個 環氧樹脂 去把它做凝固 那之後呢會有推出液態版的 那基本上今天要介紹的主軸是 這是聖誕節的紀念燈 那它特別在哪裡呢 我會各位做個示範 相信之前有看過 我們其他 USB觸控燈的朋友 都知道它的觸控開關 其實是坐在這裡 那這USB插頭呢 是任何 電腦 行動電源 甚至是 這種 這個 手機的 這個 充電器 都可以直接插 好那我們現在為各位來插上去 插上去之後呢 只要輕輕的一碰 它就會 開始亮 那 我為各位調一下光圈 好 那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呢 你在沒有把它開到最亮的時候 我還是為各位講解一下 這個觸控開關 當開起來的時候 它會調到 它們預定的這個亮度之後 你長按 它可以變亮 再長按 它可以變暗 就是這樣輪流跳 然後輕輕的一碰一下 它就會 慢慢的切到最暗 把它關掉 那這顆比較特別的是它 是 會自己閃爍的 它閃爍的這個部分 要特 就是 它不是故障喔 比方說 好 我們先把它打開 那各位看到它已經有顏色的變化 那當 我們 把它 那個 調暗的時候 它會 呈現 呈現 是藍色的 稍微調亮一點 它會變成 呃 喔 現在變暗 調亮 它會慢慢的 變成紅色 喔 像這樣 暖色 紅色 那 最厲害的就是呢 我們 把它 這是 變暗 切到 電源最足夠的時候呢 它就會開始做燈光的變換 那非常適合像現在的聖誕節啊 或者是 家裡的小百事 那基本上 它就會像是看起來在水裡面的 閃爍的 發光的燈泡 那這個都是純手工製作 而且是我們台灣在地製造 我們自己做的 所以 基本上 品質 我們都非常有信心 非常 呃 像 我們任何的作品 只要不要有破損 或者是 這個 人為操作不到 我們都是保護三個月 三個月內 只要有任何問題 寄回來 我們都會幫你 做維修 或者是換一顆新的給你 好的 那今天就是 為各位介紹的 這個 水火桐園 節日 特別晚 好的 為各位介紹到此 謝謝各位